山屯兒帶來強風暴雨在高雄 造成了這個災情 畫面當中牌樓突然間倒下 發出了巨大聲響 紅色的牌樓就這麼橫躺在路邊 這是壽山通往圓亨寺的路面 整個被擋住了 防風的威力可見一斑 當局立刻出動了各種機具 首先要讓路面能夠清空 電鋸在雨中發出火光 為了要移開這個牌樓還得出動掉臂 高雄瞬間風力相當驚人 巨大的牌樓也難擋颱風的威力 所幸這起驚險的事件 發生的當下沒有歧視或者是駕駛經過 並未造成人人傷亡 只是畫面觸目驚心 也讓人理解到山屯兒颱風的威力 東三新聞綜合報導